大家好 現在我在EVA的日子正式開幕之前的一天 今天已經有些攤位可以開始挑戰傳媒進去做一個優先參觀 現在我就帶大家去第一個我們參觀的攤位 就是LG的攤位 其實我們每年去LG的攤位 我們進門口的時候都會有一個很大型的OLED的TV網 組成一個主題 今年這個就不像是一個隧道 像是一個波浪型的LG的OLED的TV網 可以看一下一個挺澎湃的入口 但我自己覺得早兩年的隧道比較震撼 因為是全個人包著你 好了 現在我們走進去就看看這個會場 究竟今年LG有些什麼看 現在我們一走進去 第一個是這個LG的Signature OLED R 就是可以自動升降的OLED電視 這個電視 今年在年初CES就已經公佈過 還有都有幾個大型的展覽都展覽了出來 這個是4K機來的 香港就似乎還未有得買 大家都可以看看這個機器的升降活動設計 基本上它這個電視 大家都會看到 如果它完全收好之後 基本上好像只有一個 Soundbar Speaker 或者是一個影音桌的大小的裝置 好 走過旁邊 我們就會看到LGSignature OLED 8K 這個是一個88吋的型號 現場我們就見不到OLED 8K有其他的尺寸 但如果以一個88吋機 OLED來說 如果比起我們之前看過的Sony的LCD 或者是Samsung的QLED OLED那個黑色是真的做得好一點的 就是顏色來說 就比較實正 就不會像之前我們看的QLED 有一種很刺眼的感覺 這個看得比較舒服一些 是 那今年新的電視有什麼機器呢? 其實都有的 就是LG的Nano Cell 今次都有這個8K的版本 Nano Cell其實都是LG的一個 LG的技術 那顏色來說 它是做得比較沉實的 那其實今次在LG 它們都有一個示範 給大家看一看 都挺有趣的 那就是說 現場買了兩部 100K的電視 那一部呢 右邊呢 就是LG的Nano Cell 有8K 那左邊呢 就是一個其他牌子的8K 那兩部電視呢 大家都會用了一個 微型的攝錄機呢 去很近距離 去攝錄呢 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畫面 放大了之後 那個pixel 就是那個點子 那個分別 我們一走過去 去看看 那你一離遠看 有兩部電視 那個顏色來說 LG是做得比較鮮艷一些的 還有那個對比度 就是光暗的那個對比度 是做得高一些 好 我們過去看看 那個點數了 那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是Nano Cell 那 我們去看看 看看 基本上 Nano Cell 我們就不是很看到 它那個 RGB 4 3 那個點的 雖然都有啦 但是 就不是很大點的 好啦 那如果我們比對 旁邊 是其他牌子的呢 好 好 你會看到那個點呢 是比較密集 和大點的 啊 哈哈哈哈 那這個當然是放得很大 來看啦 那一般我們如果 一般 用 看電視的距離呢 你是看不到 那些點的分別的 那但是它就是說 告訴你 譬如它那個 畫面的點數呢 是做得比較細緻的 還有我們都會看到 它那個 發光啦 你現在很明顯看到 是左右 那個 Backlight呢 LG那個 是做得比較平均一些 這個畫面呢 就會看到呢 兩個機的 顏色的表現啦 和其實 你會看到 它在那個 背面那個黑色 啊 啊 理論上呢 是一個純黑的畫面啦 那但是呢 我們在現場看呢 左手邊那一部呢 是有一些 色彩音 在裡面 我輸過去給大家看 是有一點點色彩音 的 就是不是很實的 左手邊那一部呢 就沒有這個問題 今年LG呢 其實它把整個主題呢 就變成一個 LG FinkQ Home 就是人工智能的家居 那其實它 我想四分三個位置呢 都是示範一些家庭電器的 其實你說 電視啊 或者手機啊 的蝙蝠呢 就相對不是很多 那 在LG來講呢 基本上它現在 所有的家庭電器呢 都是做了FinkQ 這個AI的智能系統 在裡面的 那可以做到一些 不同的模式的 自動調節 那另外 也都是會有 網絡連線IOD的功能的 那剛才我們看到呢 這個呢 就是 TwinWars 就是一個 兩個盤的 洗衣機 那大家會看到 這個洗衣機呢 在上面呢 就是會有一個洗衣機 那其實下面呢 它也都會有一個 一個櫃桶的 是可以做完這個 乾衣機的功能 那這個產品呢 就不是說很新的 因為之前 其實都是已經發表過的了 這一邊呢 就是有個 能工智能的雪櫃啦 那有一半呢 就是可以呢 有一個 屏幕顯示的功能 那你可以呢 就即時 比如說 你看看 啊現在 雪櫃裡面的 存貨那些 還有沒有那些 快要缺 那這樣 那如果是呢 你可以呢 按鍵呢 上網呢 去訂購的 那會有一些遊戲 給大家玩啦 那如果正式 明天開幕的時候呢 就有些參觀者呢 就會進來呢 玩一下遊戲呀 拿一下禮物呀 這樣 好啦 跟著我們來到一個 虛擬家居的睡房的部分啦 那今年LG呢 都是有一個 挺有趣的產品的 就是這個 人工智能的乾衣櫃的 那如果你說 有些衣服 洗完了 乾洗完了 不乾喔 那怎樣 就掛進去啦 那它就會 有個看乾的功能 還有呢 你會看到它在電動的 仰下仰下仰下這樣 那等你的衣服 基本上 你不用拖呢 都可以很直的啦 那當然啦 你每次不可以掛太多衣服 都是 三件至五件啦 是的 那關上了之後呢 這個 智能衣櫃 也挺漂亮的 會是一個鏡面 我上了鏡了 是的 那平日你可以當鏡照啦 好 跟著我們呢 走去睡房啦 睡房區呢 就是一個呢 大家 應該幾會留意的 新產品啦 就是LG的一個 短頭投影機啦 就是下面這個啦 是的 那這個叫做Cine Pin的 短頭投影機呢 是一個四驚的投影機 那有2500的流明啦 那那個燈膽的使用時間呢 是二萬個小時的 那其實你會看到啦 基本上 只是一尺兩尺左右的距離呢 就可以投射到一個120吋的畫面 那當然啦 這個 投影機呢 雖然內置是有喇叭的 那但是呢 那個音效呢 如果你說配合一個 120吋的畫面呢 就好像不太合 那樣 所以呢 這次我們也都會看到呢 LG呢 有一個呢 Soundbar的系統啦 叫做SL10YZ 那這個Soundbar有多特別呢 那當然它有Dobel Admos 有DTS啦 可以支援到Hired Audio 4192啦 而最特別的呢 就是這條Soundbar呢 是很長的 你看 我們一路掃過 還沒見到盡頭的 來到這裏 那這條Soundbar呢 那個 配合呢 如果你是一個 百二寸的畫面呢 我可以拉歪一點點 但是 是啦 你就會見到它 都幾乎配合這個 大的 百二寸畫面的 那如果你說 你有一個很 整潔的 一個 視聘空間呢 那這一個 這樣的組合呢 基本上 就很清簡了 你不能見到一塊二塊 或者是很多線的接駁 那睡房會比較對的 因為睡房不要太吵架 那另外 也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家庭電器呢 就是這個 家居設計 就是家屍配合家屍設計的 一個空氣清新機 那我們看上去 好像一個茶機 或者一個矮櫃 那樣 但是其實它是一個空氣清新機來的 好 而講到家居設計呢 除了剛才說的那個空氣清新機之外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家居概念的電視機 那如果大家有看一些比較懷舊電視機呢 那都是一個電視機座啊 那樣 跟現在的OLED電視 或者LCD電視呢 這麼薄掛場的 那這個LC的家居概念的電視呢 就用回以前呢 有個電視機櫃這樣的設計 那當然啦 那電視機櫃後面就不是電視膽來的 那後面呢 你可以擺一下書啊 或者擺一些雜物啊這樣 那LCD電視部分呢 就是這麼薄而已 那平時呢 你就可以呢 拉動這個電視 可以拉回去 好像拉櫃的櫃桶那樣 那就可以配合到那個家居啦 另外也可以有實用性的 就是你可以擺一些雜物啊這樣 那現在就拉起來了 拉起來了之後 其實真的挺像一個 舊式電視機的感覺 那那講到LG呢 我想大家都會關心 究竟它電話呢 就有沒有生機呢 那其實它在一個入門口 左手邊呢 都會有一個corner呢 是去趕它的電話的 那今年主打的呢 就是G8X的Dial Screen 那其實這個產品呢 香港都已經有一個水貨賣過啦 那不過呢 在現場 就是今天我想是Dialing 未正式展示啦 那所有的展品 都拿過黑暴蒙頭入閘的 什麼都沒有看 但是呢 它在旁邊呢 就有一個呢 Dial Screen的Display Wall 那這個Dial Screen呢 就不同的其他品牌 一個可接觸螢幕的 可接觸的手機 那其實它是兩個裝置來的 那是一個G8% 另外呢 就是配一個Dial Screen的機殼這樣做的 那這個產品其實 香港都已經是 有水貨賣啦 那也不算是一個新的產品啦 那除此之外 例如大家想想 會不會有V系列的新機呢 那似乎看戲的John Juan呢 就見鳳啦 可能LG的手機迷都有點失望 好像LG手機有點無心戀線的感覺 很快和大家走一個圈就是LG的產品 今年LG的產品不算很特別 或者是有些不同的技術 譬如去年我們會看到一些MicroLED這些屏幕的技術 我們今天在這個會場 即今年就見不到的 我個人就會覺得比較弱一點 當然可能它是有一些技術展示範圍收藏的 如果我們找到的就再跟大家介紹 好,來到這裡,拜拜